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24回 袁瑶犹豫了好一会儿 宁知如玉的脸上绝人之色一闪 终于平静下来问道 韩兄既然知道青阳门之事 大概也知道袁瑶的一点经历吧 韩丽脸上闪过一丝异样 虽然不知道对方为什么会提起此事 但是神色如常的点了点头 不错 混入那几个人当中的时候 在下曾听青阳门的那个人说起一点 说袁姑娘差点成了青阳门少主的侍妾 后来却暗害这位少主卷宝潜逃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呀 听韩丽如此一说 袁瑶厌美绝俗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淡淡的苦笑 此人说的倒也没错 我的确差点成了那贼子的妾室 并且答应的时候 心里也存在着攀上青阳门这个大靠山的想法 我如此一说 韩丽会不会觉得袁瑶太不自爱和太不知廉耻了一点啊 这倒没什么 修仙界原本就这样吧 不是出身大门大派 也没有过人的灵根滋质 普通修士想要在修仙路上更进一步 的确是千难万难呀 袁姑娘当初的做法倒无可厚非 有一点姿色的女修士 许多都是心甘情愿 当高级修士的侍妾女仆的 希望能借机提携她们一二 而一些彻底对修炼之徒死心的 甚至愿当别人练功卢顶 只求一时的无忧和富贵啊 韩丽摇了摇头 不露声色的讲道 韩丽的言语似乎让袁瑶的心里边好受了一些 她冲韩丽勉强的一笑又说道 当年我和艳丽师姐出身一个修仙小派 不但资质一般 修炼功法更是平庸至极 我们二人自知 若就此下去的话 别说什么杰丹了 就是住基期都无望进入 所以就相约离开门派 四处找一些修为高深的未婚男修士 看看能否成为对方的双修伴侣 可惜的是啊 不要说是杰丹修士 就是住基后期的高阶修士 我二人都未曾遇见合适的 反而引来了许多偷窥我二人姿色的不轨之徒 这些修士 修为不比我姐妹高深到哪里去 我和师姐自然不肯愿意以身相许 后来发生了一些小变故 我和艳丽师姐分道扬镳 我又独自闯荡了一段时间 几年之后 等我再见到师姐的时候 却发现她竟然成了青阳门少主的卢顶 我当时自然是又惊又怒 想要询问究竟 但这个时候那青阳门少主突然出现 接着啊就口口声声 说什么自称看上了我 要纳我为妾 而我呢 只要答应了她的要求 她就会放过艳丽师姐 并同样纳为妾室 也是小女子当年见识浅薄 见着贼子身份显赫 修为高深 并且生有一副好皮囊 虽然艳丽师姐极力反对 但我几乎没多考虑 也就答应了下来 并随她回到了青阳门 说到这儿的时候 袁瑶露出了一副愣愣的神情 似乎在回忆着当年的情形 韩丽则眉头轻轻一皱 知道下面的话语啊 才是她要说的内容 前面那些只不过是画影子而已 果然 袁瑶将思绪一收之后 声音漠然冰寒的接着说道 结果在回青阳门的半路上 艳丽师姐突然找了个机会 偷偷的告诉我 说她呀 当初也是被那青阳门少主欺骗 说是什么要当侍妾的 谁知道被那贼子带回去没有几个月 忽然就将她变成了炉顶 加以肆意的裁补 而和她处境差不多的那些炉顶 几乎都是用同样的手段骗回去的 一进了青阳门 他们这些女修 是做嗜妾还是做炉顶 坑本身不由己 我当时听了此话 心里自然大惊 和艳丽师姐商量了一下 打算趁那贼子不备 一起偷偷的溜走 可是没有想到这位少主 竟是个色中恶鬼 在半路上就逼我和她同房 无奈之下 我和师姐只好冒死设下圈套 趁其手下不在的时候 暗算了那个贼子 结果虽然计划成功 但艳丽师姐也为她临死前反噬 肉身受损 无奈之下 艳丽师姐只要原神出窍 暂时提升在一件法器之内 不过普通的阴魂法器 魂魄在内会日渐衰弱 后来我用尽了各种方法 也只能减缓此过程而已 艳丽师姐的原神不久就灵性大失 就是有合适的肉身也无法夺舍了 说到这儿的时候 此女顿了一顿 明眸中满是伤感之色 难道原瑶姑娘 取的养魂墓 是为了安置 严厉道友的魂魄 听到这里 韩丽想起了养魂墓的事情 神色一动 恍然问道 不错 我从青阳门少主那里得到一块预见 记载了虚天殿里藏有养魂墓的事情 所以我准备一番之后 特意去虚天殿 取此神墓的 可是没有想到的是 此殿比传闻中还危险得多 要不是寒道友数次相救 以原瑶刚结丹没多久的修为 恐怕真要葬身殿内了 现在 严厉师姐原神经过养魂墓这么多年的滋养 总算魂力已经恢复大半 虽然还没有办法主动夺舍 但你可以使用魂魂术 让师姐重新拥有肉身了 袁瑶说到这儿的时候 脸上又露出了蜥蜴之色 魂魂术 就是让魂魄进入心死肉身 重新还阳的那种秘书 不错 就是此法术 袁道友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此树的危险我就姑且不说了 光是施展此秘书的代价 就不是一般修士能够承受得了的 他不但要结丹以上的修为才能施展 而且因为此法术太过逆天 施展过此树之后 施术者修为会亏损到难以承受的地步 基本上结丹期的修士都会跌落一个境界之多 以原道友现在的修为 一旦施展此树 十有八九会马上碎丹 并跌回助击期的修为啊 杭力盯着他的面容 声音一冷 孙然说道 这一点炎瑶当然知道 此树和夺舍不一样 夺舍时夺取的还是活人躯体 只要不违反三大铁责 基本上还能安然无事 可是还魂术却是让心死之人的躯体再度复活的法术 自然要付出一点代价了 袁瑶听杭力提及此事 默然了一会儿 但是随后就轻描淡写的说道 看来啊 此女对碎丹的结果似乎早有了觉悟 你师姐有养魂术相助 难道也无法主动夺舍 或者袁姑娘可以等到结丹中期以后 再开始为严厉姑娘施展魂魂术 这样也不至于落个碎丹的下场啊 要知道碎丹以后再结丹 可就奇难无比啊 甚至比第一次的成丹还要难上数倍 基本上可以说 此生无望啊 哈利眼中爆射一丝金光 郑重地警告说 师姐先前受的损失太大 而且元神与魂魄形态存在的时间太长了 已经间断地开始神智迷失 这可不是养魂木可以阻挡的 顶多再过一两年的时间 就会彻底迷失本性 到那个时候 就是施展了魂魂术 师姐也会变得痴呆起来 而且最近我也恰好找到了一具 非常合适的躯体 并已经花费了大把的心血 布置完了魂魂术法阵 若是没有人打扰的话 魂魂魂本打算再过一两个月 就开始施展此数 袁瑶平静地说道 梅雨间虽然说有那么一丝淡淡的哀愁 但是他决心已下 听到这里 哈利眼中闪过了一丝异色 袁姑娘 你忽然和在下说这些事情 是想让韩某出手相助吗 韩兄刚才对袁瑶有过援手之恩 我本不该再出口相求 但是施展魂魂术 要在悬阴之地才可以进行 而且非常忌讳有人打扰 而此数施法前后动静较大 即使有法阵掩饰 还是容易招来其他修士的偷窥 袁瑶因为被青阳门通缉的缘故 除了韩兄之外 根本不认识其他高阶修士 所以别的忙 袁瑶不敢奢望韩兄出手 只希望韩兄单隔数日 在小女子施法的时候 能够护法一二 此时关系到艳丽痴姐的生死存亡 只要能答应此事 韩兄有什么条件尽管可以提 人要能做到的绝对一一照办 此女眉眉一条 玉雕般的面容上满是艺人之色 韩丽漠然不语 露出了一丝沉吟之色 按照他以前的行径 自然不愿在此耽搁什么时间 毕竟他自身他也是一堆麻烦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但是袁瑶不惜自己遂丹 也要救活好友的打算 让他心底藏着的一丝 莫名其妙的东西被触动了起来 略微掂量了一下其中利害关系 他觉得以自己现在的修为 只要不是碰上原营中期的修士 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普通的修士前来偷窥的话 他自然而然轻易灭掉 帮助此女护法数天的话 似乎也没有什么不便 想到这里 哈利心里有了主意 揉了揉鼻子苦笑说道 看来啊 韩某也不是铁石心肠 实在说不出拒绝的言语 既然袁姑娘不惜碎丹 也要帮助艳丽姑娘还魂 那在下就帮道友护法一次吧 韩某也不再向道友提什么其他条件 道友就将那明魂珠的蹊跷之处 告诉在下就可以了 韩某心有顾虑 可是至今还没有炼化此宝 而且那一说的悬音之地 不会就在此岛吧 这里已经暴露了 还是另寻他处施法比较好啊 袁瑶听了韩柳的话 花容绽放 随后木鲁一丝感激之色 韩兄出手相助 袁瑶实在感激 不过尽管放心 那悬音之地并不在此处 而在另外一个小岛之上 虽然离此只有数天的路程 但也足以避开青阳门一时的追查 让我从容施法完毕 至于明魂珠的事情更是简单 这只蹄魂兽啊 也是那青阳少主之物 其实还未祭练完全 只完成了一半 所以连带控制他的明魂珠 也有了一些瑕疵 让炼化此珠的人会定时的头痛难耐 而且随着祭练的深入 这种头痛会越发的难以压制 我当初为了应付虚天殿的鬼魂一关 只稍加炼化了此珠一小半 但就是这样 也让小女子寝食难安 日夜不眠 提魂兽后边的祭练之术 我这里同样也有 虽然觉得单凭韩兄一人之力 不大可能完成 但是还是送与道友吧 袁瑶摸出了一块绿色玉碱 扔给了韩丽 并解释说道 韩丽心里有些恍然大悟 啊 怪不得此兽虽然能吞魂是鬼 但威力和传闻中一笔 似乎有些名不其实 原来竟是一件未完成品 韩丽有些失望的接过了预见 随意的看了一眼 就扔进了袋中 袁瑶姑娘 此地已经暴露了 为了以防意外 我们马上离开洞府 去那悬阴之地 省得迟则生变啊 韩丽神色一正 沉声说道 好的 韩兄不说 我也打算由此提议的 等袁瑶稍微收拾一下洞府 就事不宜迟出发吧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三天之后 另外一座比较荒芜的小岛上 韩丽在此岛的高空 宁神向下望着 这座岛屿的确阴气很浓的样子 袁姑娘竟能找到此处 真是不易 说不定 借助这里的庞大阴气 可以让袁道友 避免减少一些亏损啊 摸了摸下巴 韩丽忽然扭过头 对身旁的家人说道 这是自然的事情 我曾经查过 这附近海域的资料 才知道啊 这座无名的小岛上 在很久以前 有过妖兽暮穴之称 在人类尚未在乱兴海立足的时候 附近的低阶妖兽 一旦大限快到 就会自动的到此岛附近 等待着消亡 只是后来我们人类修饰来 彻底统治了内海以后 低阶妖兽被杀得七七八八了 这种事情啊 自然也就没有了 但就是这样 经过这么多年的消散 此岛阴气之重 还是骇人听闻 不过此岛太小 而且所处位置 又远离正常岛屿路线 所以呢 才很少有人知道 袁瑶瞅了瞅岛屿 微微一笑 说完这话 他就不再犹豫的轻轻的飘落下去 寒丽立刻不慌不忙的紧随其后 在小岛一个角落落下之后 袁瑶带着寒丽 到了一个空荡荡的小山谷前 四周啊 全是黑色的 拳头大小的乱石 袁瑶到了此处 双手一掐法绝 日首一扬 一道红光发出 古前红光荡漾之后 景色默然一变 露出了一个 十余丈大小的复杂法阵 这个法阵 看起来啊 复杂至极 阵中套阵 符文深奥 一看 就是非同小可呀 但让韩丽在意的是 在阵法中间有一个晶莹精致的白玉棍横在那里 长约七尺 高约三尺 通体被丝丝的白色萦绕着 竟然是用珍稀异常的韩玉制成 绝对价格不菲啊 看到这里 韩丽眼中闪过了一丝异色 不用问啊 这韩与棺材内 就是原谣体严力所找的肉体 据韩丽所知 还魂术所需的躯体条件 限制非常之多 不但要涉及到 灵根属性 诞生时辰 甚至连肉体原主人死去的时日 是否冤屈 有没有怨气和孽气染身 都要掐得准确无比 在此情况之下 您才谈得上可以施展 环环术码 日之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 第二百三十五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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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